而南回公路金轮高架桥9月底即将通车 渴望解决金轮市区道路长期以来 遇到假日就大塞车的苦难 在高架桥通车之后 就省到的车辆就会减少 而原本靠往来车辆为生的生意商家 也担心生意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南回公路金轮高架桥9月底即将通车 渴望解决金轮市区道路长期以来 遇假日就大塞车之苦 但高架桥通车之后 经过就省到的车辆减少 原本靠往来车辆生意的店家 像记者表示当然担心生意会受到影响 但这是一定会面临的问题 以开始找寻其他地点做生意 而有些店家则乐观地说 那就接待一些流浪的车辆吧 不会塞车比较重要 安全为优先 车辆从那边清过的时候我这边比较好 车辆比较少 不会塞车 长长在这边塞车 会不会担心顾客比较少 不会 我是安全比较好 不要说要谈拿什么什么 公路单位表示 会在金轮高架桥前后端引导处 设置指引标志与号制 提醒想要进入市区的用路人转向进入市区 记者廖婷娟 泰马里香报导 阿姨